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门镇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聊美国的大选 最近呢 贺锦丽确实是非常的卖力啊 他跑到了 亚利桑那的美墨边境 因为大家知道亚利桑那是一个这一次大选当中的一个摇摆州 那这些年呢 亚利桑那也被这个边境的问题呢 非常的困扰 我相信这是亚利桑那的这个 选民们最关切的一个事情 然后Kamela Harris其实在一开始他在选战的时候很努力的就说 这事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然后他说其实拜登也没有真正所谓任命他是边境沙皇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在躲避 他在逃避 但是逃避了半天很显然 我的分析就是说民主党内部觉得说你这个必须得进行一些回应了 你现在逃避不了了 所以他去了之后呢 发表了一篇很大的一个演讲 意思就是说我上台之后呢 我会严格的控制边境的这个申请庇护等等的一些程序 然后他同时当然继续甩锅就是说在这个众议院 参议院的一个法案 因为共和党人甚至是主要是MAGA党人 是川普使了个坏事 他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大家就是 你姑且听之吧 另外呢他当然也继续在像内华达这样的摇摆州去做一些选战 特别是他学了 拷贝了这个川普 对小费说不进行税收的这样的一个 提议 大家知道 内华达一共也没几个城市吗 那像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城市有相当多的人 确实是 他的生活是在这个小费的 事情上是非常非常看重 但是你就能看出来 就是说 哈里斯的这个选战是非常非常 有纪律 有计划 并且某种程度上执行的还是蛮漂亮的 而且最近的 这一周 最大的一个 或者说也不算很大 但是在这个选战当中 他们做的一个动作呢 就是说 他发表了一个长达 82页的一个 文本 就基本上他是这个文本的 是为了把自己在经济上啊 民生上的一些政策呢 更完整的向他的选民交代 因为 他其实是一个在美国 比较近代的历史上 最不被人了解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了 是吧 然后呢 但是他有一个弱点 就是说你越了解他呢 你就发现其实他越没有内容 他非常的空洞 他讲不出来个所以人 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文本的方式沟通呢 可能他们的选战认为是比较保险的 但是呢 这个选战的这个文本 这个经济学的文本 仔细看一下呢 外界像华尔街日报就说 这不就是拜登经济学的2.0版吗 而且他包装的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 82页 其实没有多少个字 字数非常非常的少 很多的插页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现任副总统 穿着职业装在这个 快餐店呀 和人打招呼在 这种灿烂的微笑 感觉就像是一个时尚杂志一样 然后很多的图表 然后大大的一个开头的标题叫 a new way forward for the middle class 我相信这 这是六个字啊 六个字 都是字 都是斟酌过的 但是这也是他意向以来的一个口号 然后我这是一个新的一条前进的道路 然后我主打的是要满足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这样的一个 需要和梦想 那我们仔细看看 其实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新东西 咱们就今天聊聊他这个新的plan 是不是真正 是个好的计划 是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帮助到人的计划 他里头最多的提到还是要针对这个所谓的富豪阶层要克税 对吧 然后对这个 特别是对这些人 他们还没有能够完全就是 套现之后的这个资产 也要征收25%的税 这是这个所谓的unrealized capital的gain 资本利得的这个东西 他要继续征税 然后他承诺就是给家庭有更多的新生儿的这种补贴 然后有他甚至想恢复一个在2021年疫情期间特别的一个举措 就是每个孩子每年3600的这样的一个税 退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然后包括就是说 低收入人群在购房购买第一套住房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25000的补助 然后甚至讲到说要用美国更多的国家的力量来扶持什么呢 Data Center数据中心大家在座都是西谷的精英 其实几个美国非常领先的行业 生物科技半导体 这些他都希望说政府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和扶持 我们首先也不知道需不需要扶持 总体上来讲你就觉得这个计划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 开一个比如说二十大或者是三十大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蓝图 而且他特别在媒体 接受采访的时候最近 刻意爱说一个话就是 I'm a capitalist 我是个资本主义者 这个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耳熟 拜登当时曾经也说过对吧 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 我其实 只是我是一个更加关注这个普通人的命运的资本主义者 那这个当然也是为了针对川普的 选战当中 川普不是戏称他为 Comrade Karis 贺锦丽同志 对不对 反正大家也看一看这个计划 然后 谈谈你们的看法吧 好吧 因为我大部分的 顾客啊都是什么 CFO啊 Finance这类的人 所以我对这种数字上面通常都比较有兴趣嘛 所以 一接到 这个 消息的时候就 大概看了一下 可是坦白说看到第五页大概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就照片太多 然后那个图表 就是只要是23年以后的数字 我觉得都 惨不忍睹 那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 他们啊 就像 其实一开头说的 必须要承认 哇 真的是会打选战 我是两个阵营 都会收到他们的 Email 而且还不只是一个subscribe 他们很多这种 Mailers好玩嘛 对看看他们在讲些什么 Kamela的阵营啊 他们的 确是能够把这个包装得很漂亮 但是呢 不幸的啊 就是如果你去看看那些数字的话 只能用惨不忍睹 这四个字再次的来形容一下 为什么呢 刚才许亮随便说就说了 三大 或者三个出的一个进的对吧 进的那个就是劫富 是吧 那另外三个呢 也不能说季贫啦 但是就是说补助什么产业啦 补助生活啦 还有就是要给中小企业减税 这个基本上架构就是这样子 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 但是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光是三跟一你算算看就知道了 美国现在只是政府能够把门开着 然后星期一到五能上班就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 你还来个三期五捡猪了吧 你还给减税是吧 你还你还要发钱是不是 这些你整整算算看就知道啊 这个这个 有钱人磕睡这件事情 你不管你怎么磕吧 我就可以给你保证啊 你就把我的话写在你的这个笔记本上 过几年再打开来看 磕不到的各位磕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钱人的税是真的很难磕到 况且你知道吗 前一阵子听到一个很好的笑话 就说为什么绝大部分 的不止科技业 绝大部分的企业 大佬都支持 民主党 就是要确定像这样子的法案不会过 各位 很简单 啊 当你的金主都说哎 啊你可以啊 你选上了以后反正我 再看着办嘛 所以啊 说穿了 就是个话柄 再说穿一点就是骗选票 这个东西不但是说 即使他能够真的选上 即使他真的能够完成他的这个计划 对美国的经济呢 无法想象的灾难性的毁灭 OK 如果他选上不达成这个呢 他就说哎呀 这个国会不合作啊 哎呀 这个党内同志不团结啊 哎呀 政府的赤字太高 都是以前共和党花太多钱了 又讲到你看那个时候不许打中东了 什么就是那时候又提旧账 对不对 这讲三个字嘛 就是 骗选票 选上了再说 对不对 至于说能不能成或者成多少 再看看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说 四年后你会再听到一次这个 你这个也可以写在笔记本上面 你四年后 你再看看说 怎么搞的 这些东西又拿出来讲一次 为什么呢 哎呀 有新的选民嘛对不对 很多美国还是一个growing country 在成长国家 新的选民一听 就是真的眼泪鼻涕流下来说 这太感动了 这个民主党实在是太情争爱民了 我们还要再让他这个 Kamela for four more years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 Kamela Harris是在努力的 重新包装成 中间路线的 候选人 不论是他 180度在 边境 非法移民上 态度的转弯 这 总之 总还是一件好事 这总好过 他180度 变成 无条件开放对吧 可见他确实也知道是 金势着飞 他的这个机会经济 老实说 英文是这个 total disappointment 不过我也不应该disappoint 因为 又不是不知道他们 就是 美国 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 新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经济政策 就不过就是bytonomics2.0嘛 这一句话就讲完了 那 了无心意 然后全是化病 经济 在那边 骗取选民 我们 能够允许这样没有水平的 这样政策 就成为一个经济政策 政策在哪里 不过就是 好 你 这个 孩子的 Tex credit算是不错 这个新生儿 第一年给6000块 然后如果总低收入 他照顾你每个小孩少3600块钱的税 这个 你可以讲一讲一番道理 他基本上就是 往这些方向走 那 总之 最严重的就是 没有做出整体的规划 让大家看一看 这样子 有些选民会听起来不错的 到底康的国家多少开 因为美国已经 是100天多增加1兆美元的国债 我们几年前就说过 我们重大的这些 通货膨胀 全都是民主党这些印钞票 这些重大印出来的 现在 还在继续做 连算都不给你结算一下 就是花了到底多少兆 我觉得实在是 非常负负责任 而且没有高度 但是也许对于吸引一些 选民 也说不定会有些作用 但是的确我觉得 缺乏高度跟格局 令人 难以存心 我期望民主党应该要有一个 稍微向一样一点的经济 经济政策 就像那个刚才大卫讲的 就是这个包装的 非常的好 的确是 其实是有一群不错的 这个团队 包装这两个字 第二个字就是装 如果装的太厉害了 就不是包装 就是装 其实 整个 Harris 整个campaign 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在装 装的有一个计划 然后把一个 就是把它装的 好像是非常的 presidential 我觉得他就在 就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82页 我是没有看的 这个的确 大卫看了5月 就没看下去 我想很多人看 没有看完 那我在想说 他提到一个 他想要把它装成说 我这个计划 是对 对这个 middle class 很好 对中小型企业 很好 我这个计划 可以这个 解决人民 这个对通胀的 这个 的担忧 实际上 生活上的困难 事实上通胀应该是 现在 美国 人民觉得最受不了的一个 一个issue 虽然说现在通胀 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但是这个价钱 它是回不去了 他只是说增长的比较少 所以东西还是 还是蛮贵的 那其实 他的 他说 我的办法就是说 OK 然后就给一点钱 其实那个也不太够 如果你 你孩子已经生过了 你就拿不到那个生孩子钱 但我也是支持 给那个 新生儿 给些钱 我觉得美国人口的增长还是 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 支持这个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解决 通胀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 我去控制这个 grossary的价钱 他认为说 这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其实 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很多专家都认为说 这个不解决问题 因为首先第一就是说 这个 通胀的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他们 至少大部分 不是因为 这些grossary store 硬把那个价钱 炒上去了 有一位 支持他的一个 叫 Mark Cuban Mark Cuban 以前是Dallas的这个 小牛队的这个 主要owner 现在是 minority owner 他最近非常支持他 都为他讲话 他自己都出来说了 他说这个通胀不是因为 business在那边 恶意的把价钱 给这个 就把讲话 把它搞上去 他说其实是跟supply 里面有关 也因为 当时拜登政府 拜登跟Harris 这个政府 在 在不好的时机 加大的刺激造成的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其实谈过很多次 什么 inflation reduction 这个act 那就是灌钱 之前还有好几次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在pandemic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灌钱 但是pandemic已经快过去 只有经济已经开始恢复的时候 他们又 杀不住车 因为他们就是想花钱 他们在民主党的agenda里面 就是有很多 他想要花钱的地方 所以一下子就把它灌上去了 所以其实他提出来的 听起来很好 但是事实上是不解决问题的 就装着能够解决问题 那反观这个 川普在提到 这个降低物价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能源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 现在油价 事实上是还不错了 但是当时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inflation很厉害的时候 油价非常非常高 那油价一高 运输的价程一上去 所有的这个 你能够买到商 你自然就上去 所以川普至少他提出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逻辑性很清楚的 就是说 你现在不要去限制 开产石油 其实你能够石油很多嘛 川普在做 那四年的时候 美国事实上是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出口的 就是说产量够 那当然拜登一上来 很多就 很多就不能开产 那个supply就少了 其实很多经济上 问题是supply and demand 你是一个capitalist 号称是个capitalist 可是你靠的是 控制价钱的这个方式 基本上 历史上 当然有些东西 的确是需要控制帮忙一下 但那是很特殊的 像grocery这种 太广 这么广的一个商品 这种做法 应该是没有什么成功的可能性 那就是讲一讲吧 我觉得卡玛拉哈里斯 他的这个plan里头 真的关于所谓的price control 刚才速成讲到这个 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 像他还在继续讲到 就是一些地方 可以需要胜负的一个手 来去管控他的这个提供 当然包括一些 可能人们特别需要的药品 然后甚至这里头 也有房租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提议 Rent control 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说 还是要回到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的问题 我是觉得他们这个计划 就像大为讲的 他他为什么要去想办法先去骗 像苏承讲的要去装 是因为他认为 确实大多数人 并不知道这个价格是怎么去形成的 而是简简单单的感觉 只要说政府用他一个强力的措施 就可以影响 甚至包括这个25,000的 这个所谓的手套房低收入 这个补贴的本身 它其实是会对市场进行一些影响的 当这些需求 被这个25,000的这样的一个 普遍的一个资金的注入 去影响的时候 可能房价到时候 还会继续上升 给这个低收入者购房 可能增加更多的一个门槛 这就和当时 奥巴马的这个医疗保险计划 奥巴马care一样 这个其实他实施出来 你说他真的帮助到了 特别多中产阶级 在这个医疗费上能够减免吗 不可能 其实这个大家付出的这个价格和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昂的 而且我们的选择是变得更加少了 因为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强力的管控之后 使得提供这样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单位 很多人家觉得我赚不到钱我就不提供了 对不对 那剩下的呢 其实就是说它是一个低质量的 但是同时又不能有这种区别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更像是一个平庸的 低质量的 然后低效率的一个东西 而卡马拉哈尔斯的这个计划里头 他还是希望能够很好的不但保留奥巴马care的这个遗产 而且我觉得他还想继续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医疗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这个是我觉得其实听起来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当然他因为选战的缘故 他在这个宾夕法尼亚他讲过很多次 他说我这个关于所谓的页岩油fracking的这个事情 我是完完全全不会反对 我是支持的 这是和他过去的立场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而他自己同时声称自己如果价值观没有变化的话 其实这个诺言有多大可能会真正实现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 那还包括就是说他在这个太阳能板啊 电动汽车上 其实都有为了考虑现在比如说工会的利益 比如说密西根的选票 其实都有一些walk back 他都把自己以前讲的东西很多东西暂时不提 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个进程是不太可能会简单的就这样停下来的 而且有些东西也不是说他能够停下来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也是为了这个川普的竞选召集 就是说这个时代特别像感觉回到了美国1980年代之前那个时代 就是也是恶性通膨 然后也是经过越战这样的泥寒之后 因为美国说实话在过去的20年也真的是军费打了不少钱 对不对 和这个状态很像 有很多东西需要剧烈的改变 但是里根当年在竞选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最著名的话 我觉得放到今天确实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就是政府真的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政府就是那个问题 这是里根总统著名的名言对吧 The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所以卡邦拉尔斯当他这个计划 我们看到他希望让政府更强烈的去涉入从民生到工业到医疗到住房的所有领域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一定会造成适得其反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插进来讲一下 刚才讲到rain control这个事情 最近有一个数据是从阿根廷来的数据 我们都是阿根廷选了一个总统号称是阿根廷的川普 他非常的我觉得有点极端了 他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取消rain control 因为阿根廷那个通货膨胀严重 那个房租很高 奇迹发生了 他取消rain control以后 房租开始往下降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rain control的时候 很多人不愿意租他的房子 我这么多麻烦 我租房子干嘛 这rain control一拿掉 大家都出来租房子 结果房租反而叠了 所以光是开了的时候我的价值观没变 我就假设他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可是美好的愿望 不表示你能够把事情做出美好的愿望 常常试得其反 他们主要的问题我觉得 极左的这个理念的里面 他比如说能源问题 他认为就是要把 比如说要把煤矿弄掉 他认为说这个事又是败 太极端的时候 他不会去考虑 对真正对经济有好处的做法 所以他们是有极限性的 所以他的方法就不多了 他最后只能造成经济不好的结果 但是他就在过程中给你搞个搞 搞得你搞不清楚状况 但事实上如果他是比较左的你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在这边大家稍微来对话一下 因为Kamala Harris 似称资本家capitalist 对吧 那照道理按照古典经济 应该是市场经济的规律 看不见的手 你有一个 比如说如果在这个市场当中 我是一个房东 我把价钱提太高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房租增长太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我就找不到房客 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让我自己来做合理的调整 但是他一方面想要回应这个被正确定位 所以他号称他是资本家 但是这个资本家却不相信市场经济的规律 所以就要同时做一些类似社会主义国家 才会做的这些中央掌控 我们刚才也说过像书臣讲的就是 你发现房租下跌是因为人家不租了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假定你做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管控 房租往上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房租放任它往上 因为就像我说的 如果有人房租过度往上涨 他自己会出不到 这就真的是看不见的手 但是当你一宣布说 都不能超过4%或7%的时候 人家就不投资这个出租产业的建造跟投资 因为划不来 那这个他所产生的这个副作用 远远大过他的这个 他以为会有个正作用 同样的道理 这个譬如说想要拼命提高最低工资 听起来用意很好 但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在加州有的城市做过实验 你把提太高 你发生什么事 那些人拿钱没有变多 因为老板就把你一个小时试试 一个礼拜40小时 就把你降成36小时32小时28小时 因为他没钱 OK 他没钱 他降低工时可以吧 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就是不相信看不见的手 反而自己用那一只 那个不是很有经验的手 来做这个全国宏观 这个这么地方不一样 在做 其实这正是一个资本家 不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它就是拼装车凑出来的 急救张而已 对 其实我个人的话 我并不是说完全反对 他里面所有讲到的一些方向 因为的确是在某些事情上面 我们是相信说 你不能放任人性 对 还是需要一些政府 做一些仲裁 或者调控的一个功能 这就是现代政府最基本该做的 那至于说什么基础建设那些的 都是应该的嘛 那但是呢 我就想到这个房租这件事情 因为我儿子就前一阵子在 纽约需要租房子 就经历了这个 基本上比买房子还困难的一个 一个过程啊 然后真的你了解 那个纽约的房租市长 纽约是美国 大概是最严重被政府 残破式干预的结果 就是一团混乱 超级混乱 然后在同一栋房子里面 有人是600块一个月 有人是3000块一个月 那结果解决的话什么呢 就像笑红刚刚说的 没有人愿意盖新的rental 但是有例外 你如果是在那个没有rent control区 或者是新的development的话 你盖那个1万块一个月的 就没有人管你啊 你可以随便改 所以搞得怎么样的 所有的新的apartment都贵地要命 全部都是豪华的 所以就适得其反 就让那些很想 他的工作也许需要 他住在曼哈顿的人 他反而没办法住在曼哈顿 但是呢 那个天天在家 work from home 然后在他的paint house 28层楼上面 能够俯瞰这个中央公园的 那些人他就早上起来喝咖啡 看着公园很高兴 我绝对不是仇富啊 因为我也很想做那个喝咖啡的人 OK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在画这幅图画 不是一般人所看得见的 那很多人呢 如果他没有自己经历过的话 他还是觉得对这个乌托邦 我不想说什么社会主义 什么左这些的 对不对 但是有人已经帮我说过了 基本上就是有一种乌托邦 就是好像 哇 每个人都过得好惬意 那个 能够得到收入 都能够让他有一个decent life 对不对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政府马上就来帮助他 当他没有需要的话 政府最好滚得圆圆的 像每个人都想这样子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你把它你怎么样包装 其实我都OK 这是选战 但是你把它包装成一个 有一个字我就非常敏感了 你一旦讲到这是个movement 这是个运动 我就觉得呢 你是在污入我们的智商 没有啦 那也是装了 没错 谁都知道这个运动 就是说你讲 这个运动就等于什么 请投给我 这个他看太多了 我如果讲台湾 我可以讲一个小时 我可以告诉你台湾有多少运动 然后这过去这几十年 然后每个运动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诱人啊 我就画个柄 哇 然后把它想到多理想啊 但是然后等到你上了以后就说 哎呀 很抱歉 这个那个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你把它打造成个运动以后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事情 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那个人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是不是 那基本上我们选谁都一样啊 因为我们是part of a movement 我最近这几周啊 我不晓得有多少次在我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选举的一些这个email啊 还有社群媒体上面 还有甚至是在交谈当中 我听到有人在讲 哇 这个这个gott support the movement 哦 我在想说 这个一方面 我会觉得说啊 能够说 哎 打选战打到这样子 也是真的很低 他感到难过了 另一方面 我会一直想到一件事 就说哦 因为你不能讲说 我们的下一任总统 可以带领这个国家 朝什么方向 但是你可以说 他所代表的这个运动 他所领导的这个运动 会让美国 朝一个更好的方向走 哇 这听起来实在太美好了嘛 所以那个焦点 就没有那么多 是在他这个本人的身上 而是说 我们要参与这个运动 那如果呢 真的相信说 这个一开始是个运动 而大家是参与运动的话 那你就实在是 我为你的天真感到高兴 因为我相信 这世界上还是需要 单纯相信的人 You believe in the movement It's cool 但是 我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说 就是 这个运动 就是 这是什么运动 这是为了选上的运动 我刚听你大为在想 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因为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认为国家 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 然后我们看起来 Harris的政策 跟拜登的没什么差别 但是怎么样让你觉得说 我们这个运动 这个拜登做同样的事情就不行 对吧 等到我的话 这就好了 这个也是极大的一个 一个能力 对吧 这个不容易吧 因为我知道 有人真的还是相信 因为我看了一下 Virginia 其中一个民调 在讲到 对于 Affordable Housing 就是住房比较 谁住得起的 这件事情上 百分之六十几的人 觉得说 Harris会做得比Trump好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一个Rain Control 一个两万五 当然两万五是第一次买 所以我想 不可能造成百分之六十几 对吧 但不管怎么说 这我就没想通啊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觉得说 那些东西真能解决他们的这个住房的问题 因为他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很多 就是说当你谈到一个运动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是不能用理性去分析的 或者你不能用数据去支持的 你必须要相信 就是说 它一个运动 一个movement 就有一个cost cost应该是什么 理念啊 中文 也就是一个 一个 对吧 就是说 你那个理念是要相信的 对吧 你相信就好了 你相信了 投了一票 我带你走向美丽星世界 多好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今天就把所有的人 都侮辱完了 我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我一定投 为什么 如果这是我第一次选举的话 我现在就看两个阵营讲东西 然后我看看我自己目前的状况 对不对 我一定投民主党啊 对不对 听起来太美好了 哇 但是呢 就回到我第一个讲的东西 就是你要真的 你拿一张纸就够了 一张纸拿一支笔 随便算算看 刚才 就是像朱晨 或者是 去让他们讲到这些数字 你把它加起来 然后你告诉我说 这个是不是可行的 是不是会把美国 如果真的成的话 把美国就带入一个财政深渊 这是绝对 那四年前不就这样 对吧 四年前选手 所以还好说 还好一半的东西都没讲成 那另外那一位 今天就谁都骂了 我干脆就骂到底了 另外那个 另外那个更厉害的 那个 那位 那位那个 参议员 那个 众议员 另外那位众议员 那个AOC 他那个东西 如果成了的话 那我们早就已经破产了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真的是 连幼稚园数学都没过的情况 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如果说 大家在公共生活里头 谈的永远都是 只是一个cause 那他就不是经济学吗 经济学完完全全 就是基于说 假设人都是理性的 这样 这是经济学的基石 如果说我们还在谈经济学的话 这从亚当斯密那一套 最基本的 对人性的一个判断 就是人都是自私的 人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有各自的理性 然后我们如果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我们一定会work for ourself 然后we're gonna work hard 我们会为自己的很努力的去努力 然后这是为什么所谓这个看不见的手 能够有能够这样的奇妙的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 然后如果说我们只是相信一些movement 就是说我们其实相信movement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人性是可以被改造的 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无限美好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因由或者目标 然后就能够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所谓的能够利他了 那这个经济就没有办法算这笔账 但是年轻人确实是他们容易被这样的一些东西 理想主义 单纯的理想主义 单纯的cost去糊弄一番 那想一想说 何止这是说过去8年10年的问题 我们想想在奥巴马上来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的slogan是多么简单 hope right 这就是那个cost hope这不是经济学 这是一种情绪 这是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建设一个乌托邦的一手感受 那奥巴马8年下来美国是怎么样的 大家没有任何的一些体会吗 那其实说我们再看更多的细节里头 哈马哈尔还提到一个就是说我要上台之后 有更多的这种学生债务贷款的减免 这个事情当然拜登总统已经试图去做了 部分成功部分被挡住了 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仔细想一想是多么多么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 对不对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强制性的社会财产的再分配 那我们华人这些真的是比较愿意去自己很努力的有这样的积蓄 然后做很多的牺牲 最后去供子女去有这样受教育的机会 你就会觉得格外的不公平 这个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说你越去努力 越去为未来牺牲的人 你就会越遭到惩罚 这是这个本身这个方向错误的一个最基本东西 而且这个错误的基本东西 会让更多的人不愿意去仔细独立的思考 而是愿意去其实因为自己的极端的自私而去获取他不应该获取的财富 这是造成这个国家最最最最可怕的一个未来的可能性 那其实还有一个和他这个信息是矛盾的一个点 在于说他出于为了说能够让美国的人口继续增长 他有一个什么提议呢 就是说在这个单人的这种收入里头 就是你还没有成为家庭的时候 他会克三倍的收入税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actually是觉得这个挺好的 对年轻人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再教育的机会 当年轻人他说我不成家 然后就要被这样去加倍的去征税的时候 他就知道那些所有美好的这个cost 本身可能会cost them a lot 让他们花费更多 最后回到这个计划的肥业 这个除了A new way forward for the mutual class之后 底下有一行小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是降低成本创造机会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当我其实我们说到最后想到说创造机会 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说一个简简单单的 一个一届白宫就可以创造的 创造机会是大家其实都是为自己去创造的 我们也不应该相信政府可以创造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用自己的选票 去创造一个我们其实不需要别人创造的一个没用的机会吧 最后一句话 应该是一个开始换人运动的时候了 好我们今天龙门阵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by bwd6